此时 他已经不再是 深处山林间 一片陌生的景象 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 在秦义辰周围 一眼望去 尽是凌乱的石风 而令人惊奇的是 这片景色之中 没有一丝 象征着生机的绿色 哪怕是一丝杂草都没有 一股荒凉 而又古老的气息 源源不断地涌荡而来 这就是所谓的天命绝育吗 望着眼前 一大片淋漓的石风曲 秦义辰心中暗自叹道 他察觉到 即便是在真源的包裹之下 一股压抑的感觉 还是涌上他的心头 感受着这股压抑之感 秦义辰的面色 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跳目远望 发现似乎 在这片石林的尽头 那极远之处 有着一片建筑群 而此时 正有不少人 疯狂地对着那个方向 奔略而去 小子 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 全部交出来 就在秦义辰准备动身之时 突然有着数道脚步声响 同时 一道带着杀意的气息 也是笼罩而来 秦义辰眉头一皱 转身看去 发现有四人 正虎视眈眈地 对着他走来 隐约间 他们几人形成了 一个包围的趋势 这四人 其中三个 临近大城巅峰 还有一个 稍训一筹 看他们那熟练的 语气和动作 显然 做这种勾当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么年轻 就敢一个人来闯天命绝育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见到秦义辰 那比想象中 还有些嫩的面孔 四人明显地一愣 旋即便是大笑出声 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 竟然敢闯武王 甚至超越武王强者 都保持畏惧心态的 天命绝育 这简直就是太搞笑了 在他们看来 秦义辰就是一个贪婪 好奇的无知之辈 不然的话 怎么会到天命绝育中 来送死呢 在一旁 有人匆忙地 从他们身旁掠过 不过 却没有一个人 来管秦义辰的事情 在各种探险之中 这种事情见怪不怪 而且 此时 还是在天命绝育中 可没人愿意来多管闲事啊 小子 看什么看 是不是要给你留点 深刻的印象 你才心甘情愿啊你 见到秦义辰竟然还没动作 而四周 都是匆忙极劣的身影 四个大汉 有些不耐了起来 这里面 五王强者可不少 再拖延下去 万一被谁横插一脚 他们可吃不消 秦义辰皱了皱眉头 这四条小虾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只不过 这让他更是清楚 在这里面 恐怕没有人会抱有仁慈之念 给你们个机会 滚吧 秦义辰默地 扫尸了四个大汉一眼 转过身 淡淡地说道 在秦义辰的淡漠的目光下 四个大汉眼中 都是有着一抹心迹闪过 不过那种顾虑 转瞬便是被脑怒给取代 什么 给我们个机会 哼 无知的小辈 以为这是你家族里吗 随着几道怒骂 四个大汉扬起手中的武器 便是对着秦义辰 挥砍而去 下辈子 眼睛记得擦亮些 手中的大刀 已经即将砍在少年的脖梗之上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后者 头颅掉地 鲜血喷液的场景了 为首的壮汉 更是舔了舔嘴唇 阴森地说道 呜 而就在这时 一道隐晦的活动 在几人间一闪而过 下一瞬 他们脸颊上的 猙獰的笑容突然凝固了 那冲略的身影 也是轰然倒下 给过你们机会了 秦义辰 头都没回 淡淡地吐出一句话 身影便是飞速地掠开 没有真缘的包裹 几人的尸骨 很快便是被那种 可怕的吞噬之力给侵蚀 请客间 便划为了一句句 森森白骨 这里的动静 只有正好掠过 附近的几人察觉到了 他们也并没有声张什么 只是 在掠向秦义辰的背影时 目光中有着一抹忌惮之色 实力是其一 主要是狠辣的手段 让他们知道 那不是一个好惹之人 解决掉几条杂鱼之后 秦义辰的身影 朝着远处 那一片若隐若现的建筑群 奔略而去 此时 意见他们四人 早已消失不见 显然 他们根本没有半点停留 恐怕此时 已经到了那片建筑群之处 在石林中飞掠的秦义辰 陡然眉头一皱 因为他发现 在左侧树里左右 有着众多身影 站立在石林之上 似乎是望着某处 久久不动 什么东西 秦义辰眉头一挑 脚下连动掠了过去 当他掠至一株山峰上时 望着前方的景象 饶是以他的定力 也是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氧气 这个时候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愣在这里 一动不动了 在他前方 碎石满地 而在那碎石的中央 有着一条恐怖的沟壑 这条沟壑 连绵到视线的尽头 宽 足有十里左右 那漆黑的沟壑之中 更是看不到底 这条沟壑 横摆在地面上 就犹如是大地的 疤痕一般 射人心神 这道沟壑 绝不是这石林 自然形成的 而一条如此恐怖的沟壑 那该是什么层次的强者 或者凶兽 才能够造成的 恐怕 就算是三宗的 最强者间的战斗 也未必能留下 如此恐怖的痕迹吧 望着眼前的沟壑 不少强者冷汗淋漓 在这条沟壑之下 他们赖以以仗的修为 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这被认为是 三宗一府地狱中 最为恐怖的禁地之一 天命绝遇 怎么可能是浪得虚名的呢 想到这里 已经有不少强者 心里暗自打着退堂鼓了 不过 欲望 总是会让绝大部分人 失去理智 才退出少许几个人 便有更多的强者 前仆后继地 往天命绝遇中掠来 那是什么 就在秦义辰准备离开 继续前行时 陡然一道鹤声响起 这道鹤声 顿时吸引了不少目光 众人的视线 顺着那开口之人 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得 在那道裂缝的边上 似乎有着一抹绿光 这里面 除了荒凉 再也没有一丝生机的颜色 此时 见到一抹淡绿色的光芒 不少人的眼瞳一缩 身形急速地 对着那光芒处掠了过去 秦义辰略为沉吟 也是跟了上去 再到靠近了 众人才是发现 那光芒的来源 是一具尸骸 这具尸骸一丈之内 仿若是有着一个 看不见的隔膜一般 隔绝了那种 可怕的吞噬之力 在尸骸之上 开着一朵碧绿色的小花 而这朵小花上 荡漾着一道道光圈 浓郁的生机之力 在其中弥漫着 那是 秦义辰望着 那个光罩中的花朵 眼中却忍不住 有着惊恶之色浮现出来 隐生花 秦义辰心中惊呼一声 心中也是充满了 骇然之色 隐生花 开在尸骸之上的花朵 但是可不是 什么人的尸骸 都能长出隐生花来 只有那些超越了 五王境界的强者 死后千年 尸骸未毁 才会开出隐生花 隐生花 若不经过炼制 直接服用的话 不亚于任何剧毒 但是 经过一些药材的调和 驱除掉药性之后 便可炼制成 炎年丹 炎年丹 那可是让无数强者 疯狂的丹药啊 丹如其名 能炎年益寿 特别 对于那些寿命 即将到达大限的强者来说 没有什么 比炎年益寿 更能吸引他们了 人总是希望能够活着 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而炎年丹的效果 则与隐生花的年月有关系 一般来说 千年左右的尸骸上 长得隐生花 炼制成的炎年丹 也就只是能延寿 十年左右的样子 不过 若是万年的尸骸 那就能延寿百年 一百年啊 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比他一生的时间还长 这里 还只是天命绝育 最外围的地方 就有超越 五王境的强者 殓落在此 对于这天命绝育 秦一辰心中 也是无比地 正视了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本来 众人还都是 十分警惕 小心的 在没搞清楚 这朵小花 是什么东西之前 没人敢贸然出手 毕竟 是个有经验点的人 都知道 但凡宝物之处 定然有魔兽守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